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臣不明白 皇上甚麼意思 來吧 你甚麼 橫死怎麼死 躲著牙內通煞通煤就無論如何都要報仇 你是誰 竟然敢偷聽 五六派 你好大膽 竟然對皇上無禮 我甚麼時候對皇上無禮 你這個狗奴才 亂說甚麼 還說沒有 你看拳頭欠個沙波那麼大 還不是想打皇上 三十蘇黑殺黑字 皇上頂點 如果你想對皇上無禮 就先給我小桂子拿回 皇上恕罪 老臣無言無犯 老臣乃赤膽忠心 為皇上著想絕無惡意 小桂子, 你先退一旁 胡少保 打 就不知道你打慣仗 說話不像讀書人那麼斯文 就不會怪罪於你 你先行退下 有甚麼名的再說 是皇上, 老臣告退 是 好險, 嚇得你爺爺我了 小桂子, 現在你就知道了 奴才靠近皇上, 奴才歸死 老臣以前不知道皇上的身份 所以才咬皇上的龍爪 又冤枉皇上的龍腳 咬皇上的龍胸 還問你皇上的龍鼻 是不是這麼說的 你說甚麼龍胸龍鼻 還沒說怪罪於你, 起來再說 老臣, 多謝皇上 小桂子, 如果你知道我是皇上 你一定不會像以前那樣的 其實我一直瞞著你 就是不想你跟我 玩摔膠的時候心存孤忌 這樣就不能玩得痛快 亦可以一攝心頭的鬱結 你令皇上不高興 就是去奧拜這個奸臣嗎 其實皇上的武功這麼好 皇上的師父一定會更厲害 為甚麼你不叫你師父打他 這件事不是用武功就可以解決的 對了, 小桂子 小桂子, 你還會不會像以前那樣跟我玩摔膠 如果皇上喜歡… 不難吧, 和以前一樣 照舊 不過…不過你知道現在… 你… 我明白的 不如這樣吧 以後有人在的時候 你就叫我做皇上 沒有人的時候 你叫我做小原子 你也說了 你也說了 但是歡迎寄出… 甚麼話都難追 那我現在可以放鬆了 那你先回去吧 我們明天在練功房再見 死也會, 不見不散 小桂子 今天的事 記住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一定是病, 再見… 報告 小桂子, 你回來了 是呀 來, 過來…吃飯… 怎麼樣? 今天有沒有甚麼事發生 有 對 沒有 怎麼又有又沒有? 是不是有甚麼事 不能告訴公公? 不是, 我今天去上書房而已 你說甚麼? 你去上書房? 我手斷, 你先放手 快點說, 你有沒有看見四十二在經 看不到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會去找的 希望那本四十二的經還在 不會被人截足先登就好了 原來還有人要這本經書嗎 在皇宮裡你要記住 凡事只可以聽命行事 千萬不要多問 要不然命不會長的, 知道嗎 知道 你今天有沒有再跟小原子比武嗎 沒有, 要有清日 好, 記住 桌面上那碗湯你喝了它 好, 你不喝的, 公公 我喝了湯就會咳嗽了 你年輕力壯就喝多一點 等我跟皇上再熟一點 我上天叫皇上砍掉老鬼來煮水湯 小桂子, 碗水魚湯好不好喝 好吃, 好 這隻死老烏龜 好像是知道我在想甚麼 別在想這些無謂的事了 喝湯就早點睡 明天還要跟小原子比武 沒有 不行的, 我不可以讓小原子的 他是皇上, 我是奴才 但我又不想輸得太容易 輸得太容易一定不開心 怎麼知道輸了給他 而他又不知道我讓他了 你真是醜了 有個少爲大哥有甚麼事 小桂子, 總管太監要見你 總管太監? 不知道是甚麼事吧 去到你就知道了 謝謝 為甚麼小桂子今天這麼晚都還明白 老載, 吃小桂子救護的豪少寶 老載, 吃小桂子 幹甚麼 你昨天在皇上面前 很威風地呼喊老夫 老載, 該死 其實老載並無對奧少寶有不敬之心 其實昨天是一場誤會 因為奧少寶未來之前 皇上和我再說一些話 關於... 皇上跟你說甚麼 皇上他說 我有大臣入宮俊賢 說奧少寶你公高客主 公高客主 公高鎮主是嗎 是...老載母讀書 是公高鎮主才對 是奧少寶 誰在這兒抵毀老夫 皇上別說, 老載不知道 很難打 不是, 老載是打破了 老載已經知道了 奧少寶走了之後 皇上跟老載說了些話 那皇上跟你說甚麼 奧少寶 皇上說... 皇上說奧少寶是滿洲各大勇士 又稱讚奧少寶是一個大忠臣 必定是遭人妒忌, 惡言重傷 老載知道錯了 其實奧少寶的忠心耿耿精忠報國 而且是老時成仲 老氣橫秋, 老當益壯 更是風道偏偏 風雲又傳, 風雀依然 行了, 皇上真的這麼說 是呀, 前幾句的確是皇上說 後面那些就是小桂子 為了敬重奧少寶的英雄蓋世 自己加上去的 那算你多老實 那皇上還沒有跟你說有關的 有呀, 皇上還說奧少寶處理明史一案 弄得害人知驚, 不敢胡說我 小桂子, 你也是漢人 對明史一案 難道你也認為老夫做得對嗎 對, 對得極了 奴才雖然是漢人 但是害死奴才一家人也是漢人 把奴才買入宮也是漢人 反而入宮之後 哪本就是漢人對奴才不知多好 給屋奴才住, 給飯奴才吃 樓滿周人, 簡直是奴才再生故寶 沒有了 皇上吉祥 平身 謝皇上 張康年, 有沒有見到小桂子 是不是尚善鑑那個小桂子 沒錯 回皇上, 奴才剛才見到他 被奴少寶的親信帶走了 奴少寶 張康年, 馬上帶朕的手遇前來 趙小桂子來牽走, 不容有失 是, 皇上 小桂子 小桂子 你知不知道為甚麼 今天老夫會召見你 奴少寶對皇上忠心謹謹 一定是想吩咐奴才 好好地服侍皇上 我猜得對不對 你果然聰明 服侍皇上你就最合當 奴少寶, 請放心 奴才一定遵至奴少寶的吩咐 好好地服侍皇上 如果我聽到甚麼閒言閒語 一定是第一時間通知奴少寶來的 又聰明又識時目 奴大人, 遇遲是為張康年求見 奴才, 張康年參見奴大人 甚麼事 回奴大人 奴才是奉皇上的旨意 特地前來趙小桂子進見 小桂子 既然皇上召見 你就是事後皇上了 在奴才告退 在奴才亦告退 等等 你有甚麼吩咐, 奴少寶 這盆元寶, 你拿去吧 記著小心事後皇上 謝謝奴少寶上次 快點 你看看, 有甚麼跟著 沒有 你爺爺, 嚇得我 怎麼你的腳都震了 張大哥, 我嚇得腳太軟了 請你扶我去基皇上 皇上在等你, 走快點 剛才不知多危險 那個奴拜就是想殺死人 奴才多怕回來見不到皇上你 小桂子, 你真是好本事 皇上輸罪, 你知道皇上要命 你犯了甚麼罪 奴才剛才在奴拜面前 借用了皇上的命頭 說一些不是皇上說的話 不過不是有心的 我只為了保命一時程急之下 我現在才說過的 我可以發誓 有命無法說過半句 有用皇上威風的話 這個袁寶是奴拜給我的 我給你了 你放心吧, 我不會怪你的 皇上才不怪奴才 當然不會, 我還欣賞你 因為你是第一個得罪奴拜 以後有命在他手中翻出來 總算是命不該絕 我說你懂得隨經應變就真是 奴才也是跟得多皇上學的 如果論本事 奴才哪有救了皇上你的 是不是萬一 是呀, 皇上真是厲害 奴才想甚麼說甚麼你也知道 我不是跟你說過很多次 沒有人在的時候你不要叫我皇上 是呀, 你都忘記了 是呀, 嚇得你老子我甚麼都忘記了 豬豬豬, 你今天打不打 打, 當然打, 來 你就是來吧 死 不玩了, 我知道你知道我身分之學 跟以前一定不同 不是呀 行, 我明白的 但是你會不會像以前一樣 當我好朋友的 當然會, 大家是兄弟嘛 當然是十無閉藝的 這個很好吃 這個 好吃 小桂子 不要只顧著吃飯, 喝湯 你今天有沒有跟小元寺比武啊 好啊 誰贏啊, 一朝一夕說我聽 今天第一回合呢 我使出順水推舟 打算推跌他 誰知道你使出千斤罪 我推來推去也推不跌 還被他摔掉了我 你是不是已經把他的手扭住 再用膝頭撞他的腰 當然不行了, 不動手 你不敢贏他吧 你終於知道了小元寺的真正身分 他其實是當今皇上, 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其實在你第一次回來跟我說 我開始教你大琴拿手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了 而你所形容的小元寺的年齡形態 也跟當今皇上一模一樣 原來一早就知道了 你這個死老烏龜 好像甚麼都要知道 小桂子, 我很多事都知道 你不要騙我 我不要騙你 是小元寺 是皇上叫我不要真的跟別人說 所以我... 對的 你現在當然是聽皇上的說話 不用再聽我的說話 就連我叫你做的事都不記得了 是不是 不是, 你叫我偷四十二張經 我記得的 我現在跟小元寺做好朋友 將來有甚麼都以華為的 記住 皇上以後說跟你做朋友 你千萬不能當真 否則你人同落地就追悔莫及 想斬了我頭來也不再說了 我盡量的機會 就偷本經書回來孝敬公公你 你記住 答應過我的事一定要做得到 放心吧, 大丈夫一落千丈 是一落千金 差不多了, 都是上一落的 我來一招順手牽羊一揚 以後你不能再用大琴拿手跟皇上過招 我就教你大慈大悲千頁仇 對了, 你見過千手觀音沒有 我, 觀音菩薩嘛 很多手, 很多寶貝嘛 天下間就只有揚州廟友 你去過揚州嗎 沒有, 我聽過我說的嘛 我打算認阿聰, 吹牛 這樣也讓公公看穿了 真是好事啊 要揚州你這個小滑頭的牛皮 的確是不容易的 真是果然見識廣播 對了, 公公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問吧 我有個朋友 他經常被惡人欺負 如果那個惡人呢 就鬼死那麼兇 你猜他應該怎麼做呢 等吧, 叫你的朋友忍辱負重 等到自己有能力的時候 自然可以對付那個惡人 小鬼子 你那個朋友是一個聰明人 他一定知道應該怎麼做 而且我相信他一定會有自強的一人 臣二叩見太后 起來吧 你們退下 是 太后 皇帝你這麼晚進宮 是不是有甚麼要事解決不了 貴太后 索黑殺他過老請辭 要去守先帝皇陵 索黎病死 押必龍重病再加無法上朝 如今蘇克薩赫請辭 四個父政大臣已去其三 明存實亡 正可以是皇帝你收回朝政大權的好機會 沒錯, 臣二也藉著蘇克薩赫請辭向欧拜施衍 但是奧拜他竟然跟皇宮大臣上舟 說蘇克薩赫犯了二十四條大罪 還要真的把蘇克薩赫死 奧拜真的這麼做 臣二這次怎麼也不能讓步 臣一定要保住蘇克薩赫 要不然奧拜就會繼續做大 皇帝, 我看這件事 你一定要小心妥善地處理 以免跟奧拜起太大的衝突 那太后認為臣二應該怎麼做呢 奴才叩見皇太后皇上 康親王叩見 算 康親王這麼晚求見 一定是有要事了 奴才結書 叩見皇太后, 叩見皇上 免 謝皇上 康親王, 究竟是甚麼事 皇上, 奧少寶已經派人 抄了蘇克薩赫的家 並將其家打入天牢 奴才, 蘇克薩赫, 叩見皇上 你們先行退下 走 蘇克薩赫的家 蘇克薩赫, 朕嫌給你了 皇上, 請千萬不要這麼說 一天都是無財無人 幾十年都沒有做好奴才應俊的責任 對皇上處處隱讓 以致無形中助長他的棄業 才落得今天的下場 你們都是救人自除 今天我真是悔之萬義, 皇上 皇上 皇上, 奧在今後 不能夠繼續保好事領皇上 請皇上一定要多多保重 發奮至極 以其他人 可以把這個奴才無敗 剷除以正朝綱的皇上 你起來 不會 君不會死, 神也不會就死 你放心 朕一定不會讓你死 你暫時在這兒偉偉下 皇上 皇上珍重 皇上珍重 警察 我早就說了 假裝和老夫撞對 也沒有好結果 沒有好結果是你 你這個賤賊 假公制事, 假除勝子 你一定不得好死 只怕不得好死是 你以為皇帝能夠救你嗎 我從來沒想過皇上能夠救我 皇上 蘇黑殺下今天落在你手上 就是自戀必死 我只是後悔當初 為甚麼事事要聽命於你 有負先帝所託 說得挺好聽 其實你就是怕死 你知道鬥我不好 就突然以退為進 想逼我交出拳 好向皇上妖功 沒錯, 我是怕死 我怕死了之後 更加愧對先帝 想當年先帝留宗的時候 交托我們 輔助優主 誰知道你這個賤賊 自此功告, 把弄朝政, 陰謀造反 你對得起先帝嗎 你對得起大清的列祖列宗嗎 你閉嘴 既然你對師弟那麼忠實 我就勝出你 等你為場下背叛師父 鬆手 你這個奸賊 一定是主戰師沒有好結果 奸人一定沒有好結果 一定是主戰師不得好事… 好… 皇上, 你看一天 恐怕有肚過掛吧 皇上 奴才幹書 叩見皇上 眾卿加免禮 謝皇上 皇上深夜傳召奴才等 不知有何吩咐 其實朕今天是有一件事 要你們幫我做 皇上儘管吩咐 只要奴才做得到的 必定鞠躬盡水死而後而 奴才愿為皇上効力萬死不辭 好, 難得你們個個對朕忠心耿耿 這裡有三張奏節 只要你們明天在祖朝的時候情上 那就已經幫到朕了 皇上要命 朕就是要你們帝上咒接 又沒說要殺你們 何以要朕要命啊 皇上命奴才帝上咒接力寶蘇克殺蝦 那就是叫奴才等人和奧少寶公然作對 奧少寶又怎麼放過奴才等人 皇上, 前居可鑑 當日直帝總督朱昌做 秦虎王登聯和國事館大學士蘇立海 三人聯名請求皇上撤銷回圈地之舉 都被奧拜所實 今天皇上命奴才力寶蘇克殺蝦... 皇上, 你明奴才等人這樣做 不只救不了蘇克殺蝦 反而還會讓奴才等人百百送死 萬望皇上收回成命 請皇上收回成命 以有此理 你們個個口口聲聲話對朕終生等 其實個個貪心怕死, 不肯為朕分憂 皇上, 奴才不是怕死 只是不想做無謂的犧牲 奴才是想留下有用之軀 萬望皇上, 留在皇上身邊服侍皇上 皇上, 奴才只希望留下有用之軀 萬望皇上, 看出我們一片苦心 收回成命, 皇上 雲相 奴才叩見皇上 皇上, 天路傳來一個消息 甚麼消息 回皇上, 奧大人他已經把蘇大人刺死 並且把他全家抄斬 皇上... 奧少寶他真的把蘇大人刺死了 皇上, 我擺明不給你面子 馬上跟朕傳奧少寶來見我 奧少寶這次能把蘇大人刺死我眼中的 真是一大塊錢 他這種人死不足食 竟然大膽到公然跟老夫作對 簡直是躺臂躺居 這次連皇帝也幫不了他 看看以後還有誰敢跟老夫作對 奧少寶, 這次先斬後袖, 皇上會不會... 那時刻, 你太過紀人憂天了 皇帝見到老夫就像老鼠見貓一樣 現在沒有蘇黑殺客 他就更加不敢不聽老夫的話 不錯, 看來大谷的心願就快得上了 別說那麼多, 我們乾杯 乾杯... 靖子道 奧少寶接旨 說吧 奉天成雲, 皇帝照若 知有急事 著奧少寶, 立即到上書房進見 因此... 萬歲萬歲萬萬歲 奧少寶 關話給皇上知故 你說老夫抱病在床 我能入宮見他 老師父, 那... 還不可以... 奴才共退 你看看, 這樣就打罰了他 甚麼?奧少寶他病了? 會, 皇上, 是的 皇上, 奧少寶他病不敢來見你 你閉嘴 皇上, 既然奧少寶病了 不如這件事第二天就算了 是呀, 皇上, 如果沒有其他事 奧少寶等人才能告退 你去到的時候 是不是看見奧少寶我病在床 會, 皇上, 奧少寶並無見到 那你去到的時候 看見他在幹甚麼 說 你去到的時候, 他在幹甚麼 會, 皇上, 奧少寶正和幾位大人 在這裡歡迎對應 甚麼? 是呀, 奧少寶也說他炸命了 好 奧少寶不來見仇 就等朕不去見他 全令起駕 走 皇上, 我看 你們四個跟朕一起去 走 皇上, 你快點派拖人手 別我們吧 這次死了 你們覺得怎麼樣 老夫穿了這套衣服 是不是比皇帝更加適合 太好了 奧少寶穿上臨部 更添幾分威嚴 令人望而生畏 方剛穿了一個年輕少年 又怎能跟奧少寶相比 太好了... 對了, 大哥 如今蘇克薩蝦伏珠 朝中已盡換腳石 大哥, 你想著... 如果皇帝是聽聽話話的 不就任由他做下去了 免得被人說我以大欺少 如果他敢亦老夫意 到時候就不能怪老夫了 道隊捷歌在江湘� 皇上教導, 快點接駕 真是威武 很威武 皇上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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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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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冤皇上 無材打不刀皇上加林 有失遠離, 放皇上輸罪 免禮 謝皇上 老臣有病在身 未能起來迎接聖駕 請皇上祥罪 奧少寶有病在身 但別距離 朕也聽說奧少寶病了 故意前戲貪汪 老臣見虧 豈敢勞動性格親含 無少寶千萬別這麼說 無少寶身為扶政大相 一直為朕打理閣事 如今好讓, 朕是何等休心 老臣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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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臣擅長 敬飛 老臣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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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 一中即打 一陣殺錯良民, 老爺就當殃了 這把一定是 奧少寶和盧在九 一直很想獻給皇上的寶刀頂了 對了, 毛少寶 這時人提及要把你的家傳寶刀 獻給皇上作為旁身和賞獻之憂 小貴子, 你果然聰明 這一把寶刀的確我想呈獻給皇上的 求皇上你賞免接納 皇上說話 寶刀, 果然是寶刀 朕一向外刀 毛少寶真的把他送給朕 朕就把他拿走 毛少寶, 你別心痛 老臣不敢 皇上肯接受這把寶刀 乃是老臣的光榮 奴才參見皇上 甚麼事 奴才奉太后依止 請皇上立即到慈寧宮進見 好, 沉立即去 走 毛少寶 是, 皇上 你要好好休養 等病遇之後 再上朝商議國事 老臣恭送皇上 奴才恭送皇上 我就是知道皇帝 你去了澳拜府 所以馬上叫人去傳召 皇帝,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 實在太魯莽, 是很危險的 神兒因為知道 豪拜他背著朕 把蘇阿薩克全家殺死 一時衝動, 沒想及後果 幸好這次吉人天上 你可以全身而退 要不然真的不堪設想 神兒自知魯莽以身犯險 要令太后你擔心, 神兒自知有錯 皇帝, 你要記住 你是一國之君 身系捨職安危和大清的基業 以後你一定要 事事謹慎, 凡事三思 記住我曾經跟你說過的話 心藏不露, 凡事忍耐 以後動物之孖 神兒知道, 神兒日後 定必及記母后教會 小桂子 和尚 今天真是多虧 你漢星雄蛇解了這個危機 否則衝突一起, 真是生死難命 當時我們身在苦月 打上來一定吃虧 所以就來個大事化小小事化毛 朕真是想不到 連康親王也沒有這份急事 這次叫好漢不吃眼前虧 這個傲拜 穿龍毛齋掛刀的分明想作品 正所謂是恃可忍 念不可忍也, 皇上 甚麼事, 甚麼癢 是恃可忍, 屬不可忍 隨便吧 總之傲拜這個大尖狗 擺明作化了 繼我才過人指望 皇上, 你想個辦法來收拾他才行 沒錯, 郭少保身為滿洲第一勇士 也很應該封皇 皇上 小桂子 朕突然想跟你好好打一場交 不是吧 郭敗敢對他還封為王 那是擺明認輸的 他以後是不是還蟑螂 小桂子 如果朕對他是解依依之 推辭自知 郭少保定必會盡心為朕 打理朝政 最糟了, 人心不足蛇登仗 你又上一床來抓屁 郭少保他對大青 始終是忠心耿耿的 有他幫朕打理朝政 朕就還有更多時間 替你玩樂 皇上, 不過我... 小桂子 朕已經有很多天 沒跟你玩過出家了 夠膽打明戰嗎 我怕你 好吧, 既然小原子今天一套都是火 你儘管比試兩手, 兩手好了 你不是你, 我怕你 小桂子, 你看那邊 小原子, 你很麻煩, 玩不著玩 你喜歡學你的, 攻其無比 好, 那你試試我大慈大悲貼業手 小原子, 你沒事吧 小原子, 你這個大慈大悲貼業手 比大琴華手還要離開 對, 打架當然有贏有輸才好玩 當然了, 你看房間的新招 我又要想破戒指法 一個人不想輸, 就唯有不斷學習 這樣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那邊, 你說話這麼閒 對, 你看 好, 打架 打架 還否忘了 我整天肯定很累 黃昏的 難怪的 昨晚宫中發生了這麼多事 你怎麼知道呢 你整晚在皇上身邊 皇上有甚麼跟你說過 昨天皇宮死了大官 所以皇上不開心 叫我陪他摔家打到天亮 不用說, 你一定是刻意相讓 沒有, 我用了三色大匙大匕手 打到他不能還手 他說你回去問他師父 我明天再打 我也想知道他師父還有甚麼絕招 公公, 我相信你和小原子的師父 大打一場 一定可以驚天地一彗神明的開玩笑 好 最好就被人打到 你走火又摩內傷而死了 皇上的師父相信也是尊貴之人 不是每個人都有 你小貴之公的福份 居然可以和皇上 建立到這種程度 那倒是呀 我和皇上真是不打不相識 相識滿天下壓 我就多教你幾招千頁手 讓你和皇上我照 不是呀, 又要學 你要不斷有新招 皇上才有興趣跟你比試 看來你還有很多立功的機會 你有好自為之 記得了嗎 記得了 O名字 병主動… marching… 我唱我們的歌 櫻子樹枕 經常 pinned 會撫太陽容易准著 真正 wish 我和皇上一場 ti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